提醒大家 這些都是假的 我和超前部署絕對沒有LINE清楚 也不會加你的LINE帳號 請提高解決,避免上當喔 整體來講 會支撐台股往上漲的 最主要有三個 一個特斯拉、一個NVIDIA 再來蘋果 再加上全世界的資金非常的多 再加上我們台電 台股的話 我個人認為應該到年底 應該會突破 今天探討兩個議題 第一個議題是 外資現在是非常的樂觀 年底台股有機會上看2萬9 真的是這樣嗎?有機會嗎? 第二個議題是 我們要來關心的是 即將要來發動的三檔 新的標股跟黑馬股 馬上歡迎今天的大來賓是 資深的分析師同時也是議員教授正廷 鄭老師你好 大家好 好老師 其實我們看到大摩 真的是好猛喔 大摩說因為AI的需求是 真正的 而且呢比想像中還要瘋狂 還要多 所以呢大摩針對台股後市的看法 特別是年底之前 他們說如果是這個比較 樂觀的版本的話 有機會是挑戰兩萬九千點 那如果是比較基本盤的話 就是他們認為有機會一定達成的 兩萬四千五百點 我覺得這個有點 多此一舉的感覺啦 好所以請教老師呢 大摩是提供了一些相關 他們看好的股票 包括台積電鴻海 富棒金廣達等等 老師我想直接請教的是 如果真的是有機會到兩萬九千點 而且時間點就在年底的話 那全支股 台積電鴻海等等 不就是飆翻天了嗎 那機率非常非常低啦 只剩不到兩個月 對我個人認為 兩萬五千點以上到兩萬六千點之間 那過去我來上節目 上一次之前 大家不是都非常悲觀嗎 那這幾天的話 全部的整個市場開始樂觀起來了 那很多的調升台積電 或者調升我們的大盤組織 這個都非常多嘛 那我個人認為 如果說你要到兩萬九千點的話 台積電必須要漲大概一百五十塊左右 那一百五十塊的話大概一千點嘛 那就兩萬四千嘛 其他的個股 我們中小型的話 也動起來的話 我認為到兩萬五千多點 應該是一個合理 而且這樣的一個表現的話 那我認為所有投資人都會非常快樂 因為大家有賺到錢嘛 就是全支股也漲 中小型股也漲 不能每次都是一個人的50 那我之前不是大家都講說 AI會泡沫嗎 我不是自己創造了一個詞嗎 我說有限的知識只會創造話題嗎 那我現在我個人認為 我們說沒有投資 找一個文盲 真正的文盲是什麼 對未來期視看不清楚的 這個叫做文盲 那就是這樣啊 所以我個人認為 就是有一句話有時候來講 說悲觀者頭頭是道 樂觀者大賺財富 對啊 那我一直認為說 AI 你想想AI 那我們看到 之前的話 那個特斯拉 他不是發表的 Nobotaxi 就是汽車車 那大家 他的股價就跌下來 那各位你要了解啊 這個絕對有辦法實現 比卡手 比卡手 他曾經講過 只要你想得到的 一切都會是真的 就是時間的快跟慢啊 當這個有關於 機器人的汽車車出來之後 你想想看嘛 你會買車嗎 不會買車啊 對 但健身司機可能要趕快先去 準備第二專長 對啊 你也不會買車 停車會也不用那麼多 那停車會不會那麼多的話 又衍生出來一個問題是什麼 那城市又更美 因為我們很多地方可以重視嘛 其實想像的空間非常大 所以我剛才在講到說 真正的穩膀是 對未來的歧視 沒有辦法看得很清楚 那我們不是講到BlackWay 他的銷路非常好嗎 他已經有大概有一年 能監督一年以上嘛 那代表什麼 所有的產業都動起來了嘛 大家都要用什麼 AI嘛 所以你如果不懂得歧視的話 吐司有在前面啦 只是說 有些產業的話是說 比較慢比較快消失而已啊 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個人認為 25000點到26000點 應該到年底的機率非常高啦 整體來講 會支撐台股往上漲的 最主要有三個嘛 一個特斯拉 一個NVIDIA 再來蘋果嘛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 是不是蘋果賣得非常好 對其實之前大家都還很擔心很質疑 認為呢 iPhone 新機好像銷售不如預期 但是蘋果的股價也創新高啊 對啊 我那時候就講說 他應該會賣得非常不錯啊 更何況 你看AI 我們最近不是得到Norbell講的 大概有三個 他們講到AI 一個很大的重點是什麼 將來你可以活到150歲 我過去說120歲 那為什麼這樣講 我不是沒有關計的啊 因為這一次的話 他們應該是生物講話 誰講他講到什麼 過去我們50年喔 我們在解析蛋白質的結構 只有20萬顆喔 那你想看AI的印酸濕度 20萬顆可能 我自己不敢很精切的講出來 但是可能一個月 就全部可以處理掉 甚至於更短的時間 那這個蛋白質結構的解析 一出來之後 心療就很快的出來 你糖尿病啊 你癌症啊 這誰都有辦法處理啊 對就是技術發展的越快 然後我們相關的疾病 其實可以獲得疏解 跟有效解決的速度也更快 那當然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以後最怕是你其實看錯了 你將來 AI已經變成我們日常的時候 你又沒有學習到的時候 然後你又沒錢 然後又活很久 對啊 這個是一個很 我們要面對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你要有新的思維 每天去想說 你未來的事件是怎麼樣 你好好去學習 好老師 所以就這個大盤走勢圖來看的話 其實多頭架構不變 當然不變 你看這個技術面 我很少在跟各位分享技術面的 因為技術面有時候都談過去 你看現在的話 季線扣底的位置越來越低 尤其我們這個股災 那扣底到股災的話 這個就無庸置疑 這個我們的大盤 主市的季線已經往上揚了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在配合我剛才講到的 MVD 蘋果 有特斯拉 再加上全世界的資金非常的多 那再加上我們台電 那台股的話 我個人認為應該到年底 應該25000點會突破嘛 所以大家 未來明年也是一樣的 後年我個人認為非常有機會 是你賺財富的好時機的 那當然很多人不相信 我就剛才已經補充一句話了 悲觀者頭頭是道 這風險都高的 啊 20000點而已 現在25000點很高嗎 你要看說他的成分裡面 有什麼改變 我們的產業裡面 有什麼特殊的 那所以我個人認為應該是往上 那唯一的我們會比較擔心一點就是說 就是說外資在旗幼裡面的空單 那以目前來講到上個禮拜 我們的錄影是清集一 那外資在旗幼裡面的空單 大概28759口 其實已經回補至少1萬多口了 對 但是今天大概又增加4000多口 對啊 三萬口以下都是避險的 更何況這一次的話 外資在旗幼裡面 都踢到地方了 他每一次結算都沒有贏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個人認為 你如果要看的話 剛才要講到中小型的 那中小型最主要是看上櫃的嘛 那上櫃的話 同樣他扣底的位置 LAD 那季線的往上揚嘛 如果你能夠看到 上櫃水是有一個長紅K線 那我個人認為 這個整個的情勢就完全改變了 為什麼 因為除了前置股在漲之外 我們看到中小型 那中小型的話 我一般來講 那個主力比較會加進去嘛 那再加上我們一半散戶的話 玩起來比較快樂嘛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種趨勢應該已經慢慢在音量 一直到 我個人認為到農曆的 年前後元宵節的話 台股應該會走一波很像樣的 所以老師的重點是說 第一個就是大家不要太擔心 因為基本面在支撐啦 第二個呢 其實到明年元宵節之前 台股呢就是一波到底了 我個人認為我看法是這樣 更何況 等元宵節過後之後再來停看停 是這個意思嗎 沒有錯 更何況美國要選舉 選人舉之後 不管誰選上 都不是那麼重要啦 我覺得這件事情完成這樣罷了 上一次的選舉之後 美國選舉之後 我們台股的大漲 美股的大漲 就是這個變數 不確定性的變數 其實已經解除了啦 這個叫做不確定 每天都不確定 對啊 這只是說 這個我不知道 我看過去的話 每次都是這個樣子嘛 你說誰上 過去我們不是說川普上 台股會漲嗎 結果那個嘛 不是川普上嘛 結果台股也是大漲 美股也大漲 對啊 其實主要還是要看 國際金融情勢啦 這個選舉就是其中一個變數 最主要美國是什麼 軟軸路啦 他軟軸路的話 對於風險性資產比較有利 所以對債券的話 就會等得比較久一點 就是稍微 短線上面稍微受到壓抑 但是有點耐心 你還是繼續持有嗎 本來就有耐心了 錢就等出來了 我不是這樣等等 對不 蛋蛋蛋蛋 蛋到鹽蛋 都下個鹽蛋 到最後錢還不是到我的口袋裡面 所以很多人就會酸你說 你不是講了多久了 賺錢那麼容易喔 本來就是要有耐心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剛剛老師我特別提醒大家 現在就連上櫃如果說上櫃指數都 這個有一根長紅的話 當然就是整個資金就會百花齊放 其實我們錄影當下星期一很多 比較中小型的IC設計已經表現很不錯 沒有錯啊 對對對 所以確實是有這個跡象 好老師我另外一個疑問是 我幫大家整理了一下相關的美股AI 七雄最新的一些本益比 還有股價的一個表現 結果發現我們剛剛提到Apple 大家本來都很擔心 Apple這個 極有可能在全世界銷售不如預期 但是股價都創了歷史新高 Apple目前的本益比是三幾倍 那NVIDIA更不要說 將近六十倍 就連亞馬遜也有四幾倍 以台積電目前今年的EPS 外資大概是預估大概四十四塊 那外資預估四十四塊的話呢 所以呢 以今年的EPS來估算 今年的本益比大概是二十五倍 那如果用明年的EPS來估算的話 本益比大概會落在十七十八倍左右 所以請教一下老師 台積電到底有沒有機會 本益比挑戰三十倍以上啊 那蘋果要靠誰 蘋果不是靠台積電嗎 對啊 那NVIDIA要靠誰 啊不是靠台積電嗎 對啊 那它本益比會不會比它更高 至少... 老師這個我不敢回答 至少也不會肉差太大嘛 那你看蘋果的話 它本益比三十四倍嘛 那你看那NVIDIA是不是五十八 那我們就三十好了 我們比較保守一點 那明年的話 我們看到大部分的 對台積電的EPA 股大概六十塊有機會嘛 對高標大概是六十 對啊 如果高標六十的話 那如果三十乘以六十的話 明年台積電多少 一千八 機率會很高啊 所以它不但是千斤股 要兩個千斤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像說 最近我們不是看到 艾斯莫 對 它的營收不如一起嘛 股價大跌嘛 大家就在想說 到底是誰抽單嘛 不就是三星跟... 對啊為什麼抽單 大家講得不太對 因為三星三奈米沒有辦法做啊 我上一次不是在這個節目講過啊 為什麼 因為水營的半導體清洗劑 它沒有辦法做 應該沒有辦法做 所謂的三奈米的啊 那英特爾是一樣啊 所以抽單當然是三星啊 它沒有辦法做 當然就沒有辦法去買那個機器嘛 所以這個就是很了解 所以到最後 集一生以利多於台積電嘛 所以這麼講 那艾斯莫 大家會講說 它裡面的 也就是說 它供應鏈的話 哪些會遭殃 其實只要是台積電培養出來 都不會遭殃啦 就是台積電營收占比比較高的 比較不會遭殃 那像加登它是培養出來的嘛 還有中砂也是它培養出來的 還有就是我們的那個什麼 新令財嘛 那新令財 我們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嘛 那你如果看到台積電的話 那我們再看一家公司 最重要是什麼 營收會不會增加 還有毛利率啊 對啊 這兩個重點啊 那這個是嚇死人嘛 它的營收這麼 Base這麼大 它還要激增12.8% 那毛利率這個真的很嚇人 所以說這個話說會不是很多人在講說 它會變成法會嗎 那一天我剛好上一個節目 我就講說不會變成法會啦 大家就用過氣的經驗 那個也不是經驗 兩次也不叫做經驗嘛 對啊 我們就知道它未來會越來越好 那所以我們不是看到最近 有一些閃戶嗎 我們的可愛的閃戶 因為上一次在1080塊的時候 可能沒有賣掉嘛 很不敢玩耶 等到這個 1080突破之後 它就賣掉 但是我上一次就在這個地方講過 只要你是一個前置股的話 而且它的資本這麼大 那一般我們所謂主力沒有辦法 就是在裡面操作啦 所以這個絕對是一個趨勢嘛 不是操作的 既然是趨勢的話 那1080突破 那是絕對是真突破 所以這些閃戶回來吧 再繼續買吧 這是我個人觀點 老師我還有一個疑問 我覺得觀眾朋友真的很有趣 當我們在節目裡頭 跟大家分享台積電的未來的一個趨勢 是相對樂觀的時候 那很多觀眾朋友很多閃戶就在等啊等啊 像老師說的 那台積電漲到漲破一千塊的時候 他們還是覺得很貴 大家一直在問說 台積電漲到底有沒有機會回到900多塊 900多塊你也不敢買啊 我就跟你講說 我不是講的快要一點 我說你什麼都不懂 你就買台積電 對啊 現在也是一樣啊 我的論調從來不會變的啊 我們看到的毛利率那麼高 營收成長那麼大 明年的EPS又成長那麼大 所以那時候我們不是在講說 你就華盛跟台積電 一個有創新 一個沒有在創新的 那就連過一點點經濟學的人知道 熊彼得講有創新的話 他的本利比就要高嘛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 不是我們目前大家對台積電 明年的EPS有沒有 我們看起來57塊的59塊的 我只有看到60塊的 61塊的 我個人認為這個會場有機會 因為他的COAS應該會自己做 所以整體來講 會比我們想像的更好 老師你知道我自己其實在看這次法術會的時候 我有個感覺就是呢 我記得我們一年前在討論 今年台積電的EPS的時候 大家都是預估到 了不起37到38 那時候我還問了另外一個來賓 我說有機會挑戰40嗎 然後另外一個來賓就說 最多就是39 我想39跟40 要跟我這麼計較嗎 就現在目前看起來 今年反而呢 是比大家想像中還有預估中 還要更好 所以今年有機會來到40 那現在外資又估明年大概是58 59 所以老師的意思是說 有機會更好嘛 大金剛法則 越做越好 沒有我之前已經講過了 明年都會比我們一想像的更好 更好 所以我們看起來外資 估出來是這個樣子 所以同樣一句話 你什麼都不懂 買台語電 就是給他爛丟丟 對啊 就是二姐的歌 對啊 那新領財的話我剛才講到嘛 台語電真正培養出來 就加登嘛 中砂嘛 還有新領財嘛 那新領財以目前來講 我們看到他技術面來講 已經突破這一次 從600塊來到650 那這一個橫向整理之後 那以目前都大概的價格在700塊嘛 那如果他的上位審核通過的話 那我個人認為明年的一級 甚至於12月份就有機會 一級會相當不錯的狀況之下 那股價會不會突破上一次740幾塊的新高 我個人認為台語電那麼好 新領財是他培養出來的 應該是泰柱 那我個人認為應該有機會繼承他 千金小姐 就是股價在千里之外 對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個可以特別特別的注意 老師那我請教一下 你剛剛特別提到就是上櫃審核 現在目前的進度大概是什麼時候 應該比較有可能就是10月 10月的話審核通過的機率會很高 那如果以看到台電的一級這麼好的話 我個人的看法 應該12月份或是明年1月份的話 他的行李債營收應該會比較大幅度的成長 好 所以其實就是植椅母貴 就是媽媽這麼好 然後航空母艦這麼好 那當然你帶領的周邊的一些小經濟 那當然就是股價其實是很值得期待 他因為資本的小 跑得快 台電的話要動不容易 這是 老師除了新應財之外 其他的還有兩檔標股 老師今天也要特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沒有我們講到台電很重要 那我剛才一直在講就是AI 那AI的話 當然我們要顯得就是以AI為主的 那我們講到 勇德我們之前也講過 那時候應該 其實勇德這檔個股 其實幾塊我就一直在講了 那後來就漲到100多塊 那你看到他9月份的營收 那就是說1到8月份的話 他的營收YOY的話大幅的減少 那最主要就是他的一個 就是說他的一個產能的重新調配 那現在已經慢慢調配的差不多了 那最主要的話 他是切入機甲式的禁木防水連結器 簡單說就是它連結器就是防水的 那已經通過兩家的台灣 台灣的一個認證開始出貨了 那而且該產品公司也導入了 模組化設計的一個強項嘛 那這個當然是有助於 他後續的自動化的一個製程 那再來的話 這個有什麼特色 機甲式的成本低 體積小 那可以適用 以沒有大型空間 或是預算比較小的企業顧 而且我最主要是防水 那我剛才講到了 那因為過去的話 他在調整他的整個生產模式 所以他的YOI的營收都大幅的減少 但是你看喔 他第一季賺0.45 第二季賺1.45 那我們這一群好朋友估 他第三季應該有機會挑戰2塊錢以上 第四季有機會挑戰3塊錢以上 哇等於第四季大幅成長 對 就是加起來有機會7塊錢 明年的話你看 他整個的一個產能調整已經差不多了 明年有沒有機會挑戰8塊錢以上 甚至於更高 值得我們期待嘛 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一檔個股 應該 主要我們的整個大盤 看起來沒有什麼特殊的話 應該很有機會 很快就佔上百元 以目前來講他大概八十幾塊嘛 八十幾塊 那你如果看他的底部 底部AdenA高 那以目前來講 今天的話 為了讓大家去買他 所以今天幾塊給大家去買了 就佛心來著 沒有啊 所以我說實在我今天又加碼他啦 我自己買什麼 我在這邊就直接公開跟大家分享 不是叫大家去買 我也是會買錯的 也會停損喔 這一點各位必須要了解 好所以老師的意思就是說 目前評估目前預估啦 勇德今年的EPS有機會挑戰七塊錢以上 那當然如果在成長趨勢不變的情況之下 明年的EPS有機會進一步挑戰八塊錢以上 對 如果真是用明年的本益比來看的話 那目前本益比大概是十倍左右啊 對啊 長期的投資價值就顯現了 他是AI 而且是 我們剛剛講 蘋果都三十幾倍 對啊 你說十倍怎麼有可能那麼低 機率非常低 所以我個人認為 可以特別特別的一個注意啦 那再來的話我們講到IC設計 我們剛才主持人也講到 開始在發威了嘛 那我們就電源控制管理晶片的話 IC就宏觀電嘛 那宏觀電的話 我們最主要看到以目前的 飼料機構所做出來的 2024年全球將出貨 4800萬台的具備也是AI 功能的 我們說AI PC嘛 蘋果不是AI iPhone 16 那佔他的PC的出貨大概18% 2024年的話到2028年 因為AI PC有很多人會換啦 那將以大概44%的 年金負荷成長 那一季澳年的話 出貨大概1萬台 那佔他的PC大概40% 那在公司電聯方案營收 電競 電競這個我們講 很多人在玩這個東西 年輕小朋友 對 六成以上 佔全球大概有三成以上 那像輝達 ANDR Intel 這個推出新品的話 未來的PC的功能 最主要是耗電 這個耗電的話 這大概會往750公里 大概1600公里 那加上輝達 這個RTX50系列的顯示卡 那這個都推出 對他來講 這個有關於電聯的 這個IC 應該會有很大的一個成長 那最主要的話 他在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看到 他最近要發行所謂可轉債 那可轉債的話 大概這幾天 他要進入Chain Go的一個期間 那應該 10號4號會定價 那一般來講 因為過去的話 因為定價 所以他股價會表現的上下震盪會大一點 那如果這個定價完畢的話 我們都認為股價的反映會反映他AG 那這一檔 我們認為明年 應該有機會挑戰5塊錢吧 以上 所以目前 大概 你看一下 他的股價 大概60多塊 60多塊 那最重要是什麼 你看這個量從這邊開始 對 就是有大戶進駐 對 如果這個量不會這樣 一下子就消失了 這個一定會延續一段期間 所以我個人認為 以目前他季限流往上揚 又有量 那量加配合之下 我不是在說 有量就有價 我們人有量就有負 我們有量就有負 所以我個人認為 像 新英財 那 宏冠店 還有我們永德 這種小型個股其實股價比較活潑 所以反而 就像老師剛剛說的 有機會 在這波的行情裡頭 全資股漲完 就換中小型股來 沒有錯 就是百花齊放 老師最後一點時間 是粉絲敲碗問的 其實呢 新英在我們錄影 當下就是禮拜一其實是掛牌 有些觀眾朋友是認為說 他應該要一飛從天 但事實上呢 以他上半年的EPS 0.39跟長龍行上 上半年EPS 兩塊都比較起來 股價都三字頭 我不知道老師會給特別去參加新語抽籤 有抽中的人 有什麼樣的建議 可以去留嗎 還是反而已經賺了一萬塊 就先跑一趟呢 我已經跑了 老師你有抽中 我沒有抽中 要是我會跑 我不會再回來看他了 因為他畢竟是重本輕利的一個產類 那你說他將來的後利會多好 我個人認為相對比較難一點 但是他唯一比較好的就是他剛上市 他因為籌碼比較穩定一點 對 所以要是我 我會把它賣掉 把這些錢拿去買 我剛才講到的那些個股 甚至於台積電也不錯 行銀材也不錯 就是我的看法 好 那老師對於航空業 特別是其實 因為很多觀眾朋友會覺得說 信仰就是形象好嗎 未來也要有一些擴張的一個計畫 所以就不用看了是不是 我本來就不用看他了 因為你說他要在大漲到什麼程度的話 他真的是有限的 畢竟尤其這個重本輕利的這種公司的話 到最後至少都會回到基本面 那基本面的話 我們剛才跟所謂長中行比起來 那真的是差距很大 股價差不多 那你如果最壞的狀況之下 你就是說你把星宜賣掉去買長中行 明年的話配息也配的比較多一點 所以要是我 我如果有抽籤到的話 我就很高興嘛 把他賣掉之後請你們吃飯嘛 沒有沒有沒有 要把錢又去買 股票繼續投資好不好 因為你吃掉了就沒有了 沒有希望了 OK 好所以老師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手上有信仰航空的人 也許可以先停利一趟 然後停利的錢呢 可以去買老師剛剛跟大家分享的這些股票 或者是呢 如果你只對航空股是情有獨鍾 因為很多人很喜歡旅行嘛 那不如就去買草農航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看法 好好好 那今天非常謝謝政廷老師 帶來這麼精闢的一個觀點 也歡迎觀眾朋友留言給我們喔 大家認為台積電 什麼時候股價有機會來到1800呢 以及呢大家呢 對於AI概念股 最喜歡的是哪幾檔 你有什麼特別的口袋名單嗎 那麼也再次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喜歡我們今天的分享嗎 歡迎按下訂閱 點讚 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每週的最新影片喔